的二团今年在纽约和大陆巡回演出 引发了轰动和回响 明年春斗的五马在今天也首度曝了光 优秀的编舞家郑宗龙还有布拉瑞扬 以及黄毅都有新作品问世 而当中还包括了国标的探戈舞步 我们带您先读为快 2012年没有举办春斗的云门舞集二团 在冬天才开始不久 就抢先宣告2013年3月春斗票房开跑 这支布拉瑞扬编舞的搞不定 充满肢体的即兴柔和 不按牌里出牌带点幽默感 大部分知道我的创作的所有的观众 可能布拉是一个比较忧郁 然后比较沉重 但这回布拉瑞扬学习放松自己 也符合云二的调性 他可能有紧张的时候 但也有很好笑的时候 因为很多不确定是一种未知 29岁的黄毅在春斗也编了光 这支探口作品 灵感是当兵战绍时抢出来的 后来就回想到我小时候 因为在跟爸爸妈妈学过 这标准祖母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任何沉重的议题 他就是很单纯的踩着舞步 跟着音乐跳舞 而黄毅的另一支无声语 则单纯到好像只用手语和简讯 来传达情感 至于云二新任的助理艺术总监郑宗龙 也将舞出他的纽约驻村经验 所以我们先到达情感 然后再来